大家好,我是瘋哥 我是跟中培生那个全赛又开了一次记者会 公布了金主跟对战组合 金主是搞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 就是陈灵九代言那个 全赛的对战组合有业余综合格斗拿过优胜的王育仁 对战man泰拳的Bred Joe Bred Joe是澳门YouTube频道维纳里面的成员 十几年来上了一台的战机是31场28升 然后还有拳击教练林平竹对拳击国手王静兴 再来有监生系YouTuberPeter哥哥对饶舌歌手617 617上来就忍不住给他来一段 然后就是重头戏之一的最爱你的小哥哥爱你 对战最爱那一XXX的你的孙生 爱你表示要用实力教训屁孩 让他知道做人处事的态度 然后孙生也要英修一段 哦,冯甲电倒咯 靠腰翻错了是这一段 有人说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表演 难怪主办方把他的表演能力值拉满 但是这资商值有点低 好像有人在臭 最后就是Toys对中培生 中培生没有到现场 只有用视讯通话 然后连线品质超差 中培生就说6月19号还会开记者会 但是Toys来不了因为他要坐牢 然后7月5号会把他打爆 好像说要把ToysKO之类的 现在你在记什么啊 假发快慢一点 没跌倒 什么进步 真的没跌倒 我只按大和我交通 每个人都要过 我第一次都要开了 这个音乐的话 你不这样可以在一起 所有的团队表 那么第一 你看你的方向 因为外面都没有 第一 我可以做了 我看他们上次的 我看他们看不到 另外 另外Toys表示主持人 Tommy不懂得真是中道 竟然把台湾英雄馆长 晾在旁边二三十分钟 Toys也对馆长有点意见 他想知道总顾问馆长到现在负责做了什么 他严重怀疑有人在偷懒 馆长则表示他帮忙筹办比赛 以及训练选手 因为不训练杂碎 所以Toys没有接受到 都是请国手来训练的 Toys则反击怎么自己去的时候没有国手 而是馆长在打他 Toys希望馆长最顶的教练团 可以一视同仁 让其他去馆长那边训练的选手 能跟自己有一样的待遇去给馆长打一下 然后馆长的回答有点大不上 可能没有先彩牌搞没有备手 馆长觉得这孙子在跟爷爷撒娇 可能皮又有点痒了 那就陪他练习一下综合格斗 也透露到时候Toys会去他那边练习 他表示爷爷会疼孙子 保护他的安全 打事情麻烦爱 到时候会好好爱一下他 会亲自下场陪他们练一下 他说虽然自己现在老 脚又行动不便 但是对付孙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而Toys只认为馆长不怎么会打格斗 他表示研究过馆长以前的格斗影片 认为馆长都用量级在压的 看来之后Toys要再次踏进成吉思汗 听馆长的说法是要跟Toys打一场 到时候应该是管宇大战的大结局了 另外到时候全赛的表演嘉宾有 911 武剑琴 乐天女孩 郭树瑶 DJ 赖皮 李杰 马克 阿法 还有家暴拳王高尔轩 那么表演的嘉宾呢 其中一位是高尔轩 也是跟全集有一些关联 也就是高尔轩以前也是个 家暴拳王 另外我也有帮大家做了赛事分析 请大家把6500块的分析费 转到我户口 谢谢 我预测中陪三 然后是小哥哥爱里 因为他是台中安 然后是皮塔哥哥 这个应该有体能差距 接着是王静兴 最后我猜是王育人 因为Black之后有时候要忙拍片 虽然他好像很自信 说第一回合KO不了对方算他输 我当你演你 我跟你说 我输了 OK 干你乱 那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 呃 很多钱 人排七款 不是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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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啦 我去吧 我去吧 你 我